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2008年生产的所有的产品 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受到沙门氏菌的污染 今天保健原地的专家话题就是 食品与药品安全对健康的挑战 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是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范国栋博士 和往常一样 我们非常欢迎广大的听众和观众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么参加节目的方法是这样的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 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的 欢迎回到保健原地节目当中 在开始今天的专家话题之前 首先来看两则相关的报道 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 但是有一位妈妈说 平时家里用的东西其实很多会伤害孩子 比如塑料瓶子 淋浴用的塑料帘子等等 这些都含有有毒的化学物质 这样一来让家长担心的事情可就更多了 很多人都同意 为人父母可以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了 我有四个孩子 当妈妈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候 可是压力和操心也是实打实的 比方说现代生活中不断出现 好多父母须知的新概念 根本跟不上 只能尽力而为 要是什么都怕 那就只能生活在真空里了 不过作家丽比说 孩子居住的环境 确实可能对孩子的健康 构成最大威胁 经过一年的调查和总结 他把一系列家居隐患写成了一本书 其中提到 第一大威胁就是塑料制品 我觉得家里的塑料制品越少越好 丽比说 他的研究显示 塑料中的一种化学物质 会伤害器官的再生能力 导致肝脏和肾脏问题 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呢 丽比建议家长先从浴室开始 先把塑料淋浴帘子 换成帆布帘子 然后再到厨房 打开冰箱 把那些装食品的塑料容器 统统都换成玻璃容器 他还建议把塑料饮水瓶 换成不锈钢的 可是也有医生认为 根本用不着这么小题大做 其实直到最近我们才觉得 塑料物质可能对人体有害 但是绝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的 政府机构 制造商以及产品安全部门 都认为还是安全的 丽比认为另外一个威胁 来自食用鱼体内所含的拱 拱中毒可能导致休克 忧郁和弱智 营养学家总是建议多吃鱼 可是公共卫生专家说不要吃 丽比在书中说 金枪鱼 剑鱼和深海鲁鱼 体内的拱含量比较高 一些小鱼 小龙虾和虾类 相对比较安全 丽比还认为 生活环境的第三大威胁 是家具和电器表面的粉尘 丽比说 这些粉尘中充满了化纤制品 和塑料制品散发出来的 有毒颗粒 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可真够让当妈妈的操心的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健康的饮食可以让身心受益 但是你吃的东西 并不见得像某些食品标签上 所说的那么健康 美国之音的报道 食品标签自己可能说的不错 低糖 不含转脂肪 可是你敢拿自己的腰围 去冒这个险 什么都相信吗 研究人员对几百种食品进行检测 看是不是和食品标签相符合 对七百多种食品的检验结果发现 有大约七十种不相符 也就是说占了十分之一 卡什高蛋白纤维糖棒 说含有13克的蛋白 结果发现只有9克 低碳水化合物的燕麦糖棒 说只含9克碳水化合物 结果发现含有16.5克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要求食品商的标签 必须包括转脂肪含量 可问题是不足半克的转脂肪 都被标为零克 让你觉得可以敞开吃 其实根本不对 另外标签也可以在食用量上 误导消费者 这里说的是七片土豆片 还有零克转脂肪 想想看七片小小的土豆片 谁每次只吃七片就不吃了呢 在有的州 食品标签误导食品制造商 就要被罚款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不了了之 没有绝对万无一失的办法 防止标签骗人 但是对那些说得太动听的标签 确实值得警惕 说得太好 恐怕就靠不住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现在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专家话题 食品和药品的健康 安全对健康的危害 方国东博士 欢迎来到保健原地 谢谢 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就是在最近这几天 在美国佐治亚州发生的 花生产品的这个安全 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佐治亚州在美国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花生的生产地 那么据说那边的花生 受到了沙门市军的污染 这方面有一些 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是这样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通过媒体 已经报道给公众了 那么主要是美国的FDA 就是药品食品管理局 派着这个检查人员去现场 结果发现了这个工厂 实际上在过去12次的 这个内部的检查过程当中 都已经发现了 有沙门市军感染 但是这个工厂的生产部门的 领导部门 这个无视这种阳性的发现 继续把这些有问题的花生酱 还继续运出去 运到市场上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这里头牵涉到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FDA的人手比较紧 所以实际上对这工厂的检查 是每10年举行一次 10年才有一次 而平时都是委托狭迹亚州的 佐治亚州的州里的农业部门 中国一般到农业局了 州农业局派人员去检查 而州农业局的检查 敷衍了事 每次都在检查上签字说没有问题 这样就掩盖了这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不是也有一点这种 像保护它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 我认为 我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它本身 佐治亚州是一个农业大洲 而花生的生产又赚农业生产当中的很大部分 所以州的农业部门 是为了维护本州的利益 结果无视了公众的健康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可悲的 美国的FDA对州的农业局 相信赋予他们职权去进行检查 结果他们是自己的职权 是滥用的职权 那这个刚才您提到 就是说是花生酱 是不是只有花生酱 还是其他的所有的花生产品 可能都会有这个问题 现在认为 就是普通的小罐子的 进入超市的 供美加美户用的 这个小包装的花生酱 现在认为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 但是大的 捅装的